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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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于一些初创企业和一些新兴技术 在它没有上市之前 他们其实也可以提供风险投资 风头 天使轮 A轮 B轮 C轮 等等等等 但是大部分这样的投资是针对的是高净值的客户 或者是专业的基金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我们只能购买的是上市以后的公司股票 或者是投资例如比特币 以他币这类的数字产品 那么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说到 现在的区域链技术 是越来越成熟 用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那么像例如比特币这样的技术 会不会以后被取代 或者说在以后的数字区域链中 它还能保持现在的优势地位吗 这个话题其实 我们一直就在关于比特币的定价中 反复提到 为什么比特币现在值这么多钱 它的功能其实和其他数字货币 理论上来说没有太大的不同 大家都是一个区域链的技术 都是能做到隐秘性 都是能够做到完整的数据链保留 但是为什么凭什么 你就是一万一千美金 我新发行的货币只有一块钱 是这一块钱都不到呢 那么除了一个先来后到的次序之外 另外一点就像我昨天跟大家反复提到的 现在其他的数字货币的定价 使用的是比特币和以太币 所以说比特币和以太币 它们的独特性除了它们是最早 或者说现在当目前的市值是最高以外 另一个重点就是它们部分替代了货币功能 至少是在数字货币中 它们目前部分替代了美元的功能 因此如果以后这一个现象 或者说这一特征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之后如果所有的其他货币的发行 它们的增发 它们的这个推广都是要用比特币来定价的话 那么比特币的价值 那在这一方面来考虑 就远远高于其他数字货币的价值 那么在GoMarkets高会 我们目前是提供数字货币中 比特币和以太币的交易 所以如果您有兴趣 可以点击我们的网页开户 在这个数字货币这一栏中 找到您想要交易的产品 那么听话 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上午11点30分已经过了 澳洲央行发布了 这个他们的货币记录声 会议记要声明 到了晚上9点钟 欧元区那边 德国会发布他们的商业信心指数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